大家好 这次我们讲一下必从神经损伤的模式分析 当一个患者出现了烧灼感 烧灼痛刺痛的时候 常常提示是神经性疼痛 这个患者神经损伤了 那神经损伤的方式 我们讲两个 一个是受到牵拉而出现损伤 一个可以是在挤压的情况之下 这两种方式 一个是牵拉 一个是挤压 那举个例子 比如这个患者右侧的手麻 出现了这个 这个 这个 必从神经损伤所造成的 这个 而且这种疼痛是烧灼感有刺痛 那在观察这患者 在静止状态下 自知评估 所以自知评估变成关键 真的大家应该好好学习自知评估 进来情况之下 这患者头有本身向左侧倾斜的 那长时间 向左侧倾斜 他可以牵拉损伤到右侧的肌筋膜 以及神经而造成这个地方的 所以一个右侧 手麻 神经性疼痛的患者 可能和左侧的肌筋膜紧张 那么 也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模式 那这患者左侧的手麻 左侧的 这个 必从神经随伤 再一次是评估这患者 本身 头是向左侧倾斜 那这个时候 这个神经的随伤 模式就是因为 长时间这个地方的肌筋膜 短缩 可能是短缩 长时间短缩 来挤压到壁层之内 所造成的 所以你会发现 即使来一个患者 症状一样 症状一样 都是神经的随伤痛 但是他的损伤的模式 可能不一样 一个是挤压 一个是长时间受到牵拉 而造成的疼痛 那这个时候 你找到了 这个损伤的模式 也就知道了 松解肌筋膜 它的治疗定点 所以你会发现 姿势评估 找到肌筋膜 短缩的原因 那接着 我们才能找到 一个症状 可能的 这个原因 来进行 有真正的治疗 所以你会发现 对于一个人体 原理 对于一个 一个肌肉 也好 神经 也好 损伤的模式 损伤的原理 的探究 是非常关键 这样的话 可以解决 在临床上 很多相似症状 治疗定点 不相同 那它的原因 是在这 我认为 我看来 对于一个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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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好 我认为 能不能够